毛上白衣男子 將一人壓在地上蒙揮拳 藍衣男子向救人 卻自身難保 遭另一名紅衣男子 壓在引擎蓋上 狂毆猛打 一群人拉拉扯扯 從路上搭進棋樓 兩名男子被揍得滿頭是血 衝進旁邊的店家求助 早上八點多被打的兩個人 唱完KTV準備離開 被前車擋住 他們探頭是意 一言不合卻起了口角 兩人開門下車 開始互相推擠 當街拉扯 狂毆挥拳 直到一人被打倒在地 兩人被打得頭破血流 警方貨爆到場 但打人的已經火速逃離 鳥受散 他們鎖定監視器 將人帶回警局 因為移車的問題 變身了自己欣慰 四個小時之內 成功的待案 涉嫌人總共剩下千禮犯 唱完KTV本因心情愉悅 卻因轎車擋到互不相讓 演變成當街鬥毆 兩人被打得傷痕累累 而打人的也被以傷害罪 移送法辦 這是文章景城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